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继续跟上我们的进度 一起来认识 除爱奇迹所要带给我们宝贵的真理 第五章第一节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 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 他请耶和华 看我们现在因自己所犯的罪 而被你所惩罚的这些凄惨的状况 第二节 我们的产业现在归于外邦人 我们的房屋现在归于外路人 第三节 我们是无父的孤儿 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 我们失去一切的依靠 第四节 生活上呢 我们要出钱才能够得着水喝 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 以前我们都不需要跟别人买水买财 但我们现在已经是被掳到外邦去 不然就是逃难到埃及去 或是躲到这个摩押去 我们到处寄人篱下 然后呢 什么都需要用钱买才能够使用 但是第五节更惨的是 追赶我们的 到了我们的景象上 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我们以为好不容易逃过敌人的追杀 来到个地方寄居 但敌人继续的追上来 巴比伦人没有放过我们 因此呢 当他们有些人逃到摩押去的时候呢 巴比伦人就继续追到摩押 甚至有些人躲到埃及帝国的保护之下 认为从此平安了 想不到若干年后 巴比伦帝国也直接攻进了埃及 那些以色列人再一次的 遭遇到极大的患难 所以他说怎么样 追赶我们的 到了我们的景象上 追到我们的脖子上了 要抓住我们的 使我们都疲乏的不得歇息 没有安息 第六节我们投降 其实更好的翻译是 我们投靠 我们投靠埃及人和亚述人 为要得粮吃饱 我们列祖犯罪 而今不在了 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这两节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以色列 他就是夹在两个霸权的当中 求生存 一边是西边的埃及 一边是东边的两河流域的霸权 有时候是亚述 有时候是巴比伦 但是当以色列本身他敬畏神的时候 他是很强大的 他可以不用怕埃及 也可以不用怕亚述跟巴比伦 例如大卫的时代 所罗门的时代 但是当以色列人 他们被逆神的时候 他们就很可怜了 他们就只好在这个 两墙的当中求生存 所以他们常常就是墙头草 他们每次就 看投靠东边的 还是投靠西边的 所以从他们的祖先 好几百年来都是这样 从亚述啊 巴比伦啊 一向都是如此 所以呢 这个第六节才会说 我们要嘛就是投靠 这个西边的这个埃及 要嘛就是投靠东边的亚述 或是现在的巴比伦 为了勉强可以糊口 得粮食可以吃饱 这种事情呢 是从我们列祖开始 就这样子 我们列祖开始就犯罪了 因为不依靠神 只依靠我们的政治 国际政治小聪明 结果到最后怎么样 很惨 北国被亚述灭了 南国被巴比伦灭了 而中间还段时间 南国的国王 还被埃及的法老杀了 真的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呢我们列祖 一直犯罪 我们也是跟他走一样的老路 而我们列祖犯罪 而今不在了 代表他们都灭亡了 而我们这些他的子孙 效法他们的教宗 我们担当了 从我们列祖到现在为止 所犯了一切的罪孽 长久以来都是如此 不敬畏神 奴仆挟制我们 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这句话也稍微解释一下 伊路撒冷呢 他有三次被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攻打 然后俘虏 每一次呢都会把这个社会的上层精英 卢走 第一次攻打他们 就把这个上层精英卢走 所以呢 取而代之 在伊路撒冷掌权呢 是中间阶层的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本来是奴仆 他们的主人被抓走了 所以奴仆掌权了 下一次在被攻打的时候呢 变成中间这一层的 也被抓走了 所以是最下面那一层的奴仆 如今起来管理伊路撒冷 所以这边才会说 如今就是怎么样 奴仆挟制我们 那因为奴仆以前 都被主人欺负嘛 所以奴仆起来 投靠巴比伦人掌权嘛 就是巴比伦人就是 以游制游 我就用你的奴仆 来管理以前的那些主人 以游制游 那这些奴仆 就会对我巴比伦特别忠心 所以呢 这个奴仆挟制我们 无人救我们 脱离这些奴仆的手 第九节 因为旷野的刀剑 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 以色列本身没有东西可以吃的 所以我们得往旷野去 找食物吃 但是旷野有刀剑指的是 有游牧民族 也可以指的是旷野 炎热的气候 会使人渴死 热死在那边 我们实际上冒很大的险 才能够从旷野 旷野本来就没什么粮食 但是本地已经没有粮食吃了 所以还得到旷野去冒险 才能够找到一点点的粮食来吃 就是代表说他们真的很惨 第十节因为饥饿 还有燥热 旷野很热 所以呢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火如 敌人在喜安欺负我们 玷污我们的妇人 在犹大的诚意 玷污我们的处女 他们还吊起了我们首领的手 而且也不尊敬我们老人的面 甚至进一步逼迫 我们少年人要扛磨石 孩童也要背木材 做苦工都绊倒了 所以战争是非常非常的残忍 战败的一方都会被屠杀虐待 然后呢最惨的就是妇女 老人跟小孩 那因为成年男子 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然后呢通常这个殖民者 他会用一种方式 就是这个以游治游 让一些原本没有资格 做这个国家领袖的一批 比较顽劣分子 让他们来做走狗 然后呢反而欺负自己的同胞百姓 这个就是战争常常带来的 这些可怕的罪恶 让人真的是痛心疾首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十四节 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了 少年人也不再快乐了 我们心中的快乐只惜 跳舞变为悲哀了 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来了 我们现在变成别人的俘虏了 变成被殖民的一个神 我们犯罪了 我们有祸了 我们向上帝承认 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 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 我们眼睛昏花 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 野狗是不洁净的动物 所以代表说现在整个圣城荒凉 恶人野狗 还有这些外邦人横行在其间 然后呢整个城市像废墟一样 19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耶利米最后要呼吁 他告诉百姓 虽然西安山现在荒凉 野狗行在其上 但是不要忘记 我有耶和华他的宝座 是存到永远跟存到万代的 因此他要百姓 跟他一起来呼求耶和华 20节 耶和华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呢 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我们便得回转 耶和华当然不会离弃忘记我们 除非我们拼命不回转 那当然就得不着耶和华的拯救跟恩典 所以我们一方面呼求耶和华 不要忘记我们 耶利米提醒说 我们也要求神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 使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 我们便得回转 不仅回转他也说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时一样 像以前敬畏你的时候 在大卫所罗牧王时代 那样的国家国泰民安 充满恩典 充满祝福 而这样的一个呼求 这样的一个预言 将来会在耶稣基督 成为世人的救世主 击败的罪恶死亡魔鬼 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的时候 这个预言就会全部的实现 我们去一往下看最后一节 二十二节 你尽全然弃绝我们 向我们大发烈怒 而如今你的救恩还没有临到 是不是我们这些百姓 还不愿意真心向你悔改 所以还没有经历到你的救恩 但即便如此 你仍然向我们发烈怒 即便如此 我们也要来静默 等候你的救恩领到 这个是耶利米他的态度 即便这时候耶利米 他已经被这些恶百姓 因为耶利米本来想要留在伊路撒冷 但是百姓硬是把他怎么样 绑架 因为有一些这些百姓呢 就杀了巴比伦所委派的新的省长 然后又杀死了一些巴比伦的军队 然后他们害怕巴比伦大军回来报复 所以这些人就把百姓全部都带走 然后逃到埃及去 然后也把耶利米抓走了 因为耶利米大家都知道说 他是这个真先知 算是神的代言人 好像把他抓走一起去 抓走好像带在身边 我们好像有一个平安福 比较有保障 耶利米说 你们把我抓走没有用 你们把我抓到埃及去 你们还是继续拜偶像 把我抓走什么用 所以耶利米真的是 很为这些百姓难过 弟兄姐妹 耶利米哀歌 他是一个诗歌体 他虽然只有短短五章 但却让我们看见 不要玩弄神 不要一直糟蹋神 叫我们悔改的宝贵的机会 因为我们一直不悔改 一直重复犯罪 当神出手 攻击 审判 甚至毁灭我们的时候 那是非常可怕的 耶利米哀歌 以色列人后来 什么时候会有 会去唱这个耶利米哀歌 我们说耶利米哀歌五章嘛 五章里面有四章 是这个字母离合诗 字母离合诗的功用 就是让你好记 好记忆 然后呢 好背手 就是要你可以记起来 然后呢 可以随时把它唱出来 那以色列人他们呢 在犹太人 他们的犹太利的五月九号 他们都会唱耶利米哀歌 为什么 有时候真的让你不得不相信 这个神真的是掌权在其中 因为呢 犹太人的五月九号 他们叫做圣殿被毁日 他们在每年的圣殿被毁日 都会唱这个 耶利米哀歌 这个第一次圣殿被毁 是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就是耶利米的时代 的五月九号 圣殿第二次被毁 是在主耶稣从实体复活 升天之后 三十几年之后的 主后七十年 一样也是五月九号 那一天圣殿被毁 而在主后一百三十五年 罗马人再次攻入了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的百姓起来 反抗罗马政府统治 一样也是在 这个主后一百三十五年的 五月九日那一天 在那一天 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 屠杀了五十万人 的一个惨案 真的是非常的凄惨 所以你看 三个日期都是五月九号 耶利米时代的五月九号 还有这个主后七十年 的那个五月九号 那一次也是死了一百万人 还有主后一百三十五年的 那个五月九号 也是死了五十万人 弟兄姐妹 真的不要藐视神 不要藐视神的圣洁 也不要藐视神的公义 当神出手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是承受不起的 愿耶利米哀歌 成为我们的提醒 也让基督徒不要只管自己的事 也要关心国家社会的事 也要想办法 让整个国家社会 甚至为你自己所在的城市 要来祷告 并且在那边传福音 做见证 因为当越来越多 不信主的人 他们的心 转而归向神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不公不义邪恶的事情 甚至是可怕的战争 侵略 就越来越少 基督徒不要自扫门前学 覆巢之下 无完卵 不要只关心你家的事 不要只关心你教会的事 我们在世上要做光 要作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 记取 伊利米埃哥的教训 主 透过伊利米埃哥 我们不敢 轻视 藐视 你的公义 跟圣洁 我们也不敢 来藐视 圣灵 对我们的光照 提醒 跟带领 主 因为 主 你是 圣洁 不可侵犯的神 主啊 我们个人 或是我们国家社会 不断的犯罪得罪你 主 你公义的愤怒 是会彰显的 主 虽然我们知道 你发怒 是为了管教我们 但是管教的过程 真的会很痛苦 求主帮助我们 从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自己的家庭 服事 跟职场 大到 国家 社会 甚至更大到 国与国之间 还有国际之间 主啊 都需要你 极大的恩典跟怜悯 让基督徒 不要只把自己 关在教会里面 而是真正的 在这个世界上 做光作严 愿这个世界 那些 不讨神喜悦的 战争 侵略 邪恶 污秽跟败坏的事情 因着基督徒 敢站出来 为神做见证 让那些 神所看不上的事情 可以越来越少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